前江玉府位于杭州市上城区,房产中介软件上,小区的二手房单价在11万左右。 现在小区东侧的围墙上能看到很多裂缝。 一楼业主龚女士带记者来到她家地下室,墙面上有不少裂缝。 墙面有,然后顶上也有,主要还是门框附近,然后还有就是墙面从裂缝都是从底下到天花板的这种情况。 那就是这里有,比如说它从上面到下面,我们开关的时候发现这整条从上到下都是裂缝,然后它的反面已经通掉了。 这边也有,这边从上到下都是裂缝。 有一楼的,还有刚才有几个阿姨,就隔壁三号楼的,有十几楼的,那之前都没有出现裂缝。 包括我们第一户邻居出现裂缝的时候,我们群里面还问了一下,就有没有人家就出现裂缝,当时不多。 但是今天有几个阿姨就说,十几楼开始也有裂缝了。 小区东侧围墙外是一个工地,业主们说,这里正在建设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有业主提供了视频,说是工地施工时拍下来的。 东西放在桌上,不动它的情况下,自己在那里抖。 噪音很大,噪音非常非常大,就我是,昨天晚上我用那个自己那个分贝移录了一下,最高达到八十几的一个噪音,十二点钟夜里面。 晚上也施工的吗? 晚上也连夜施工,这里至少应该三到四天了。 业主们说,裂缝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小区三状和五状都靠近工地。 所以他们怀疑,小区里的裂缝是工地打桩造成的。 8号开始做的维护桩,当时理论上维护桩应该是在你正式打桩之前,周边该维护的叫维护。 5月8号是他们都已经来过我家,感受过震动了,才开始准备。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在没有做维护桩之前,就已经在打桩了。 这个无论谁先打,谁后打,或者是同时打,都没有问题。 维护体系它是为这个地下室施工做准备的,因为地下室开挖的时候,它维护体系必须要施工完成的嘛。 打工程庄这个时候,土方都没有开挖,所以这个是不影响的。 王经理是建设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对于小区的裂缝,他的看法是。 5号楼,1楼,它这个精装修的一个是一层,一个地下一层,然后它还有一个毛皮的夹层,所有的裂缝我们都去看了,毛皮夹层是没有任何裂缝的。 然后现场初步判断是没有任何结构性裂缝,基本上都是装修上的裂缝。 然后今天呢,神剑客院已经在现场就带着专业设备去对整栋楼进行一个沉降观测跟这个倾斜观测。 我们这么多人住在这里,就原来的那个即便有裂缝不可能会有这么大,很多的裂缝包括地面的都是最近才新出来的。 而且现场能够看得出来,老的裂缝不会是这样的痕迹。 王经理表示,施工之前,第三方单位已经去小区进行过数据取样,目前进行的是第二次检测,大概10个工作日能出结果。 工地有没有对小区造成结构性的影响,到时候可以通过数据比对来判断。 夜间施工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治安间站,给我们的批文是5月6号到5月30号,然后环保局呢是5月10号到5月13号,因为环保的话它时间是就是你三天三天的批的嘛。 然后我们5月9号晚上呢是机器在调试,然后行走过程中可能是有一些噪音或震动。 然后机器呢,因为它这个工艺的特殊性啊,它是要基本上两个小时左右,要机器运转10分钟。 那么我们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呢,实际上我们也是为了确保这个噪音啊,噪音的那个影响,对周边的影响,在那个每次调试的时候,我们也提前做好了降噪的相关的措施。 但是呢,实际情况下来呢,噪音的效果呢,有限,但我们就是把那个每个时间段的,时间呢,尽可能给它缩短。 也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没有在业间连续持工作业,这一个运转不做的话呢,就会影响到地质的情况。 施工单位的刘经理介绍,要用到这种工艺的,是工地上的结构维护工程。 记者在采访时,隔壁侯潮府小区也有业主过来了。 震动啊,厉害啊,震动的,那个星期一晚上,九,我刚才看了一下是九号晚上嘛。 小区里有没有这个反应这个裂缝的问题吗? 裂缝呢,还没有,就是反应正。 你们这个设备属不属于高噪音设备,如果属于高噪音设备的话,环保局这个上面也有批文,上面也写了,高噪音设备夜间是停止施工的。 分贝呢,我们是在提前施工之前啊,在周边的运用这个设施呢,我们是的确是勘诈过的。 勘诈过的,也评估过,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是做了相关的降操措施的。 其他的方案呢,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也在跟设计啊,包括施工单位的这个技术力量,包括厂家也在沟通。 现在这一块具体还没有定下来,我们看今天也已经停掉了,我们还在讨论过程中。 1818黄金眼技术报道。